面对对岸的武力恫吓 台湾在昨天晚上也无日警的大秀军事肌肉 中坑院在24号晚上分别在屏东九棚基地 跟台东三仙台试射飞弹 画面可以说是相当震撼 军事迷推测是强攻专案的天弓三 增程型防空飞弹 射击弹道无限高 要围及中共的频频挑衅 而中共从18号开始就有共军的情报船 出现在花莲外海 到今天上午都还没有离开 是近年来滞留最久的一次 就是要监控我国的动态 而面对中国的步步威胁 我方也有动作 109年还有110年预算书当中 都出现了飞弹岩兽项目 军事专家分析 国军就是要借着公开讯息 来展现台湾的反制实力 炮火声在黑夜中响起 强光照亮天际 中科与24号分别在 屏东九泡经地和台东三仙台试射飞弹 画面相当震撼 军事民推测这次的飞弹试射 是中科院天工专案的天工三 真全型防空飞弹 射程从屏东九泡经地往蓝与望 海约200公里 往花莲外海约300公里 射击弹道无限高 范围和射程临练环节 既然面对中国的中转程 弹道飞弹这么多 那其实台湾方面也要有所准备 中科院试射飞弹 两岸叠对叠西马人少不了 解放军情报传18号开始就在花莲外海 到25号上午都没离开 是今年滞留最久 面对中国高雅武力威胁 国防部在109年公开预算中 首次白紫黑紫列书地对地飞弹项目 共计4649万元 109年度一斤完成 明年公开预算中更有 雄身飞弹18年延售验证计划 预算编列数字相同 对外战线国军实力 以及压制共军飞弹战力 特别是在这个解放军 对台步步进逼的情况之下 台湾适时的对解放军 展现我们的一个吓阻能力 有这个重要的一个遏制的效果 预算编列中没有西部内容 但外界揣测 雄身计划就是指雄二一巡异飞弹 射程600公里 以3000公里为目标增加 可搭港澳和上海南京 更能升任腹地攻击长江三峡大坝 适时公布预算编列 暂示我方反制能力 依可搭中国内陆 两岸局势紧绷 我方也持续相互较劲 记得讲究录像山台北报导